嘿喲 聊四季 天一龍星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來看Poshimia 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雨似隔絕 OK 那Ryper最近也在天梯上有狂練喔 我覺得這場還蠻有趣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步兵鎧甲 是可以免費升級的 而且他的騎兵是非常非常的悲劇的 沒有二級馬海也沒有三級馬海 甚至連品種都沒有 但是他有這個四折大象 非常的省 雖然在城堡時代初期可以出個一兩隻 到電話時代點下精銳戰象之後 再去生產大量的戰象 給敵人更大的壓力也是 比較好的選擇 而且他也是毛相夫裡面 唯一可以使用異端邪術的文明 那馬來人的工兵路線呢 也算是蠻厲害的 他有三級的射擊 還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有母子環 所以打起來 他的強股跟一般的弓箭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整體而言 馬來人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那馬來人呢 他的升級時代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省下來的升級時間 可以多按一些村民 這就是他在陸戰的經濟加成 那如果是海戰的部分呢 他的漁網有三倍肉量 也算是不錯的 所以不管怎麼說 馬來或者是 馬來在打陸戰或海戰 都有一定的強度 並不是非常弱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波西米亞人 那波西米亞人呢 他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修道院 研發著神聖思想跟宗教狂熱 可以提升村民的血量跟移動速度 那波西米亞人呢 也可以在城堡時代時研發化學 那城堡時代時 就可以有反步兵的能力 因為火槍兵對步兵有外增上的效果 那波西米亞人呢 也可以打直程戰車戰術 這個戰車戰術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使用方法 其實是蠻看狀況的 那我是覺得虐拆來拆比較好用 要真的打出來的話還是要開農 邊打邊農 才是正解 那波西米亞人呢 後期這個疾病呢 傷害也是非常高的 額外增傷加了非常多 戳遊俠大象都是特別痛的 那遇到對方的步兵呢 就是用火槍嘛 那遇到對方的槍怎麼辦呢 那就是用榴彈砲去解 所以不管怎麼說呢 波西米亞人要打什麼都可以 因為他的僧侶呢 到後期有這個波西米亞 古斯派改革 可以讓自己的僧侶的科技呢 跟量產 都只需要肉就可以了 所以後期的波西米亞人呢 遇到工程器啊 火炮 重頭之類的東西 也可以用僧侶喔 即時反制回去的 所以波西米亞人算是一個 上限很高 但是下限很低的一個文明 所以就是 這個文明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大部分人的玩戰車喔 也可以玩波西米亞玩得很好 但是你要把它玩得非常複雜 或是非常厲害的話 這個上限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是我對波西米亞的見解 OK 那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打法 那馬來人呢 這邊的打法應該會比較偏向於喔 早期進攻喔 因為他這邊遇到的是 是viper 而且他這馬來喔 步兵鎧甲會免費升級 這麼近的距離喔 通常很適合打這個裝甲塔 距離共近打裝甲塔 是很適合的喔 那裝甲塔呢 也是去殼 以前最愛的戰術喔 雖然我不知道他現在有沒有在玩 雖然我有他的賴 但他實在太滿了 我太敢蜜他 我也很好奇喔 我有很好奇 他對於現在的裝甲塔 有什麼想法 原來現在的裝甲塔 跟四五年前的裝甲塔 是天狼之別 而且已經在這個梅塔上了 很少看到的職業選手 使用裝甲塔這個戰術了 OK 那viper呢 這邊是點下了封建時代 兩邊都是一個軍營開 這邊果不其然 馬來是打一個棒棒 棒棒配上三隻村民 那viper這邊也是要打裝甲嗎 但是免安村民應該就不是了 然後這裡可能會先下一個射箭場 好 viper這邊過來看到 但他這邊刺頭沒有偵察到棒棒嗎 好像沒有偵察到耶 好 看到三隻村民過來 好 馬上下射箭場 但這個射箭場下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很難蓋起來 好 趕快補下這個射箭場 後面這兩隻村民即時反擊 但是要被收掉了一村 viper被拿到了手殺 這邊槍兵過來趕快搓能搓到一下嗎 OK 槍兵搓到了一下 肉麻殘血走掉 好 但這邊viper就會顯得很難打了喔 因為他的槍兵呢 雖然有三點傷害喔 但是我們剛剛說到嘛 馬來的有免費步兵鎧甲的關係 那現在防禦有一點喔 所以槍兵怎麼搓都是兩點傷害喔 並不像一般的文明喔 搓他的民兵還會有三點的傷害 差一點傷害就差很多了 OK 那這邊還是要用大量垃圾兵去打 槍兵配毛兵喔 好 趕快去硬解 然後村民趕快阻止對方的箭塔 OK 這邊終於把這個馬戳掉了 民兵現在暴打一波 趕快集火 這隻村民殘血能夠跑得掉嗎 好 趕快刪除掉 放棄這根箭塔 OK Viper這邊 暗出了非常多的 毛兵 OK 又收掉了一隻單位 這個不知道什麼 弓兵嗎 喔 Viper這邊大量槍毛 要反推回去打得很好 好 這邊 應該就這樣子了 因為這裡沒有黃金嘛 待會還是要把這個黃金空下來才行 好 這邊一個集火 先收掉了殘血 看起來前期的鴨子是失敗了 那 Viper這邊呢 其實應該是損失更多的喔 雖然他只有山村這樣一來一回 那 Viper剛剛有更多的村民喔 是沒有在工作 而且都在打這樣 所以這邊應該是 Viper會暫時落後 好 這裡有一團毛兵加上弓兵 有點麻煩喔 這一坨兵現在暫時解不掉 好 這裡也在騷擾敵方村民 唉唷 這一村能夠拿下嗎 四滴 兩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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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喔 還是勝中了 OK 槍兵直接上去硬戳村民 可以再拿一個一村嗎 哇 再拿一村 沒問題 Viper這邊太爽了 好 但是正面有點爆炸囉 這裡方的毛兵一直暗 一直爽 一直排塵 這裡可能要再補一個射箭場 不然要轉馬就了 但現在轉馬就的話可能會斷村喔 鴛肉現在不是 呃...給的這麼穩定喔 要趕快再多灑一點農田喔 然後再去下第二個射箭場 不然你現在下第二個射箭場下去 你就會發現你會斷唇 你就會斷毛病 所以MIPER這邊應該是很了解現在自己的狀況 所以待會還是要趕快去灑農田 然後去把這個射箭場再補一個 才有可能守得住這一波大軍 好 MIPER這一波還是打得很好 好 下面這些毛槍毛還在騷擾當中 呃...最守暫時也沒有辦法馬上下馬 就有去撿到這一坨毛病了 OK 這邊村民敲一下 好 敲掉了幾隻毛病 好 村民往後拉 殘血拉走 當然這裡的毛病數量還是很少 村民一直在拿全套扁人 扁的有夠久 扁爽沒 趕快拉 OK VIPER這裡非常的尷尬 這坨毛病還是解不掉 那現在你說他要轉肉碼嗎 轉肉碼其實可以的 但是對方的步兵應該是支援很快 好 這裡有很多的棒棒 好 兩隻棒棒 阿倫幾隻棒棒來反擊 但沒有升裝甲 勉強扛住了對方的毛病傷害 最後應該是由 VIPER拿下這裡的勝率 左邊選勝 好 這裡再補一個射箭場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這一定要補射箭場 好 兩邊封建時代打了18分鐘 還在打 白魄又被迫拉幾隻村民 過來處理這些毛病 哇 這裡的毛病 可能要在這邊收個幾隻 哇 這個村民 太兇悍了 好 那第二個射箭場出來 兩邊的毛病應該就差不多 就打完了 好 村民再過來爆打一波 繼續把這個射箭場蓋好 OK 雙射箭場 好 直接按一大堆 趕快按 趕快按 現在毛病數量明顯劣勢 要打贏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了 好 上面的毛病回來救一下 好 這裡毛病過來 撞到了敵方的大本儀 這裡肉麻也過來了 完蛋 有肉麻又有槍兵 前面這一波打得非常的難受 對方的前置射箭場 轉肉麻槍兵 攻劍大套餐 好 看一下這一波 這波應該是往後拉 不能往前 好 這邊沒有 太多的毛病可以扛 哇靠 結果不用往後拉嗎 這是什麼神奇理解 OK 對手也是第一次把槍兵給拉掉了 那這邊肉麻只能砍個幾刀 後面就是城鎮中心 好 往後拉一下就沒問題 OK 所以 Viper最終前面還是打贏了 但是實在上已經輸給了 馬來人 馬來人已經點下了城堡賽升級了 那馬來這邊城堡賽出行 應該是會按幾隻騎士 給 Viper就去更大的壓技 然後趕快開城鎮中心 開農 還是要來這邊直接蓋個 高地投石車 升頭 好 升城堡賽 喔 拉了一圈過來喔 再來是有打算要去打這個升頭 馬來升頭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升旅投石車 簡稱升頭 好 上方的箭塔蓋了起來 這個箭塔稍微能夾住 但是果然工程器製造所補下了 投石車要解這個箭塔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這塊黃金夾不住的話就會很難受囉 只能到左邊這邊開城鎮中心 去挖黃金了 好 馬來這邊時代稍微升了慢了一些 但最後還是升級上去 趕快先轉戰毛兵升級 好 對方騎士 依舊很麻煩 投石車已經要來產出第一台了 BIPER也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二級色也升級上去 好 看到這一波村民 哇 對手這一波已經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啊 殺了五村了 好 但這個箭塔有機會收掉 村民嗎 唉唷 村民被收掉了 清醒投石車現在沒人修理 待會可能要再拉個一村過來 去秀一下投石車或是前線 蓋一下 東西 唉唷 BIPER這個預判成功了耶 哇 這個投石車 Nice 好 但應該是守不住 騎士打投石車傷害很高 OK 解掉了 剩下一大堆的戰毛兵 投石車要出來囉 BIPER要躲一下嗎 還沒有 這個旗子是射箭場的旗子 好 BIPER受不了 果然到左邊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開在這個石頭跟黃金的中間 好 那要不要轉一下修道院 哇 這邊騎士好麻煩 好慢 好慢 馬來騎士非常難受 現在BIPER要趕快下一個修道院會比較好 這個騎士砍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好 這個騎士收掉了 好 BIPER點下了護衛技術 難道是要鬼轉槍兵 OK 長槍兵開始升級 升級了一個護衛 中槍 中槍要升嗎 不知道 波西米亞打 槍兵雖然不錯 但是人家現在有戰毛兵 生旅的話 按下去點個救贖思想 也可以招搶騎士跟投石車的 不過我是覺得修道院應該是會比 槍兵的升級更為重要才對 好 這邊戰毛 我就繼續按 好 一台衝車過來 直接硬衝 頂了一發 還有八滴 好 生旅著想 找到了一隻騎士 用叛變騎士 直接收掉這台投石車 後面的衝車 也順利解掉了投石車 這一波 BIPER打得非常漂亮 一隻生旅就搞定了現狀 現狀直接逆轉了 BIPER這邊終於 扛住對方的快攻 好 馬來看到快攻不成 直接軌轉3TC開農 現在前線施力就轉農 太狠了吧 4TC 好 那這邊BIPER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處理前線這些東西 很快的就把兵往前派 然後點下了二級伐木 救贖思想也點下了 然後就可以招搶敵方的建築物 建築物 馬舊啊 或是工程器製造所 冰工廠 房子都可以招搶 甚至連對方的投石車 工程器也能招 好 那現在馬來打一個騎士 打騎士的話 會遇到BIPER的生旅很難打 好 趕快撿這個生物 好 賣回補下了一個化學 好 這邊清潔兵直接硬砍 砍掉了一些血量 補下了化學升級 大概回需要轉火槍病的概念嗎 還是只是單純增加戰毛病的一點傷害呢 我覺得可以轉一下火槍喔 雖然對方沒有出任何的步兵 大概馬來可以預見喔 打步兵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好 這裡連戰毛病都要著想 太狠了 是我的話不敢招 我怕進CD 遇到騎士真的衝上來怎麼辦 哇 看他真的衝了 他真的受不了了 看到了兩隻生女在CD 我一定上 結果 這一波上去被槍兵直接戳爛 我的天 騎士最後找到了一隻 用這隻騎士去解對方投石車 但是戰毛病直接被投車給砸爛 這邊還抓到了 抓刀勇斯還跑出來了 OK 馬來直接鬼轉爪刀 後方也有少量騎士 好 再騷擾 哇 馬來這波多線打得很漂亮啊 CASA這邊打得好兇啊 直接轉出步兵 爪刀勇斯 MIPA這邊升級已經領先上去囉 哎唷 這邊是什麼 上一人蓋寶 十九人 往前 差哪裡 要差承證中心也差不到啊 好 直接插在你的兵力集結點嗎 好 這邊火箱開始回頭開射 好 當然投石車來囉 這邊要擋住 這邊要擋住 戰毛的話 可能要轉一下投石車或生旅 哇 城堡時代的火槍兵很難受 非常難打 所以也只有Posimia能辦到的事情 城堡時代轉火槍 哇 這個扇槍 直接手點 投石車 好 但這個寶還是被開起來了 好 那這裡要趕快收春 這張宇室格學 距離非常近喔 待會中間也要短兵相見了 好 買回這邊點一下印刷技術 火槍繼續按 春比數一直按了上去 106春 好 這邊城堡再補下了一個新的 欸 這裡怎麼會有火炮喔 不是 這裡按了火炮是忘記了嗎 可是Mapper他有寶墨 可以馬上秒殺這一棟城堡 完了 這個火炮應該是白給了 我想過來救一下 哇 哇 雖然 射爪刀蠻快的 兩槍一隻 不用三槍 能夠扛住三槍的男人 真的不多 兩槍的男人 正常的 我也 平常也是兩槍 噢噢噢噢噢 這什麼東西 啊 為什麼可以招降到對方的馬舅啊 不是啊 這裡會有一隻生女 在這邊走來走去 OK 這邊肉馬過來 看到有城門 過去 去 奇怪 這裡是從哪裡鬼睡進來 招降馬舅了 這應該是剛剛招降的 但這個生女不知道從哪裡出現的 難道是從Bug嗎 生女走到了異空間 跑到地圖洞進去了 好 麥法這邊點一下大車陣戰術 好 大車陣戰術呢 可以增加火器的移動速度 包含這個火槍兵 還有火炮呢 都會增加速度 所以待會可以看到火槍兵走得更快 好 這邊火槍兵像是0.96 火槍配火炮戰毛 變成1.10了 火炮速度來到0.8 好 這時候哪來人點下了化學3級農 弓兵鎧甲 好 Vipe這邊點下了3級射 增加一下戰毛病的射程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Vipe的想法很單純 單純就是用火槍火炮速度往前推進 好 看到對方的大量村民在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直接想要斷絕這裡挖木頭的村民 Vipe的手這根城堡也很簡單 只要拍一次榴彈砲過來防守就可以了 除非木頭還挖得不夠深 就有可能打不到 好 不管怎麼說 現在Vipe還是有火器上的優勢 那馬來這邊也已經點了化學 增密技術爪刀精銳升級 而且人口已經200人可 Vipe的無敵 Porshimia會落敗嗎 Vipe的Porshimia我沒有看過 目前還沒有看過輸入 馬來這個文明 要打Porshimia會好打嗎 這一點不太確定 因為他的強制增兵 到了地獄室在 遇到火箱也是難解 好 這邊大量的馬來爪動 直接到了後排 想要去收掉火炮 但火炮還沒來得接觸 就直接被火箱射到頭破血流 但前方的戰毛兵也是解掉了一堆戰毛 戰毛打火箱的好處就是 前面的戰毛可以幫忙砍傷害 但你的寶貴的火箱兵 就不會被攻擊到 但這個組合其實是蠻害怕 大量遊俠直接包夾掉的 但還好馬來這裡是不會有遊俠的文明 頂多就是便宜大象 但便宜大象MIPER還是可以拉打 所以問題也不是這麼的大 除非他的大象真的囤了非常大 反正就有點難推了 MIPER這邊點一下榴彈炮升級 殘寶血量一直往下掉 應該能修回來 這一波要上了 這邊爪刀稍微抖動一下 第一時間攻擊是後方的火炮 火炮直接被打 後面戰毛兵直接開扁 好這裡是有分段戰毛 三段射擊 枝田信長 OK 戰毛也可以三段射 快速收掉了MIPER 前排的所有戰毛兵 MIPER只拉掉了火箱兵往後走 寶貴的黃金兵 帶走最重要 看來這一波 KASA這邊的打法 是拿到了優勢 好三級攻擊點一下 精銳爪刀也升級好了 那現在精銳爪刀呢 有40滴的血量 攻擊力還有12點 那MIPER打這個打法呢 現在遇到大量戰毛兵 榴彈炮是關鍵 但榴彈炮沒有辦法好好的守護住的話 會非常難打 關鍵還是在榴彈炮能不能正確的被保護住 好 前面可能要轉更多戰毛兵 先扛住一下前排的戰毛壓力 MIPER這邊排成也是排到的非常多 好 有點怕了再打一下 後排有一些少量爪刀 然後再到處亂跑囉 好 右邊卜力跟城堡 守一下右邊這塊黃金 那馬來左邊控圖 控得更好 這邊大量黃金跟石頭 他還暫時壓住了 OK 看起來MIPER這裡是 可以夾得住 這個城堡 蓋起來應該沒問題吧 90%了 95 96 97 可以 OK 火炮升級了 牛戰炮 戰毛兵開始往前 但是對方還是用這個爪寶勇士配戰毛 那我對於爪道的理解喔 是 比較需要 比較需要吃黃金的垃圾兵 對我來說他也是個垃圾兵 比較貴的垃圾兵 他一直要15塊喔 我記得以前一直只要10塊錢 他變15塊了 漲價了 我們通膨喔 連遊戲裡面單位也通膨 想不到吧 但是15塊的價格喔 讓他打這種 比較多黃金的地圖喔 馬來確實可以轉出大量的爪道 一直去跟對方交換喔 雖然他的數量體質看起來不是這麼的優勢 但是遇到火槍兵或戰毛兵這種攻速慢的單位 上去硬 只要貼到人暴打的話 還是可以打出很漂亮的成績 我的天 前線的戰毛加上火槍 直接被包爛 果然啊 爪刀的用途就是要專打這種攻速慢的單位 戰毛兵跟火槍 你開我一槍 我可以砍你三刀 C8763 想怎麼砍就怎麼砍 StabasterStream 太心爆了 千萬不要惹拿雙刀的男人 尤其是這個爪刀勇士 那就是那個男人的威尼 太心爆了 好 三台榴彈炮 唉唷 預判 預判成功 再來預判 又又再預判 來得及嗎 啊來不及 但買刀這邊受不了了 轉出了胡斯派戰車 那胡斯派戰車呢 血量是非常的優秀的 160滴血 但是遇到大量爪刀也是坦不住 因為他的近戰防律是偏低的 是有跟沒有一樣 零防 所以我也會說 如果你這個要解胡斯派戰車的話 大量的騎士 或是用生旅 救贖思想 投死車 那三個方案是最好的辦法 哇 爪刀解戰車還很快 好 MIPER這邊點一下 金瑞的升級 胡斯派戰車 金瑞 好 這裡12隻 數量還在慢慢堆疊起來 好 扛戰矛效果是很不錯的 好 上方開始有點夾不住了 好 這裡用胡斯派戰車直接硬點 巨型投死機 但是沒來得及點掉 好 城堡繼續修 這裡有少量爪刀 在偷砍下方修城堡的村民們 左邊有更多爪刀淹得過來 右側非常多大軍 但是... 他這裡只要用佔毛病就可以守住了 哇 爪刀真的是太快了 一直量產 一直爽 而且每一隻爪刀呢 還不佔到一個人口 兩個爪刀才算一個人口 當然你產第一隻的時候 就佔一個人口 第二隻爪刀是不用佔人口的 所以爪刀勇士呢 是一個非常難產的單位 他可以大量生產 但馬來這邊的環境有點間諜 找到出多了還是有點貴 找到出多了還是有點貴 好 MIPER這邊是繼續出戰車 跟戰毛病 感覺MIPER有點快夾不住了 左邊這裡失守 但還好這裡沒有黃金 但這裡如果失守的話 就意味著左邊的黃金塊 是要讓給對手了 那右邊這裡呢 黃金也只剩下最後這一撮 這一撮黃金吃完 可能就要暴斃了 不然就是要趕快往下進攻 把下面的黃金給奪過來 於是隔絕這張地圖 黃金是偏多了 所以可以盡情的打這種黃金兵 會更好一點 這邊偷車 卡莎這裡沒有空好 拿來這首點下的救贖思想 哇這個聖物要直接手撕了嗎 是聖物被打噴 噴出來了 好下方巨型頭C 開始 拆除正上方的城堡 這裡可能要拿一台火炮過來防守 好這裡有大量的戰車 從上方經過阻止了對手 把這根城堡給蓋起來 好前下我更多抓到勇士 就是 再度集結 這裡的墓區稍微被騷擾到囉 爪到直接上前 完全不還 上去就是一陣猛A D8763 太猛了 好但只解了幾隻而已 好那打胡斯派彈車 最好的辦法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的 生旅或投資車 馬來這邊選擇是生旅 因為馬來的生旅其實並不弱 而且他有一端寫說 在於生旅戰來說 並不會太於弱勢 而且他還有這個 贖罪思想 如果真的生旅戰開打的話 他唯一的弱勢就是 移動速度慢了一點 而且沒有神權正治 所以在操作上來說 會比較難操作一點點 那如果控得好的玩家 就沒有這個問題 手動神權正治也是可以的 好那這邊大量爪刀直接上前往前貼 大量戰車直接應戰 但是爪刀打戰車傷害很高 好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那胡斯派戰車的缺點喔 就是比火槍兵呢 是沒有額部兵額外增傷這麼多的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打爪刀傷害雖然痛歸痛 但不是這麼的像火箱有效率的感覺 還是要開多一點砲才能打得完 好上方爪刀直接在你臉上量產 直衝你後方木屈 好下方這裡解掉了這個箭塔 榴彈砲過來防守 但對方也有火砲 這邊先打個一炮 還沒解掉 萊克這根堡應該是守不住了喔 直接轉頭 打榴彈炮 但榴彈炮直接堵過 萊克現在在控這裡 這裡個榴彈炮一定要控好 對方火炮也是想要反擊回去 但是砸到了村民 三台巨型頭C轉打榴彈炮 要成功了嗎 哇 這個準 好準 右邊 戰帽兵直接被戰車給撵了過去 左邊的胡斯派戰車還在夾 但這邊又有越來越多爪刀在衝過來了 原來這邊城堡一直把爪刀衝了進去 這邊拉了非常多的僧侶 直接硬招找了四隻戰車 這次在戰車直接叛變 MIPER這邊尷尬了怎麼辦 但是好像有點壓回來的趨勢喔 下方這塊金能夠拿下來嗎 MIPER只剩下九塊黃金再挖了 九個伐木工 最後的金晃 好 家裡的戰車也是挺麻煩的 戰車一旦叛變 所以這邊就不是那麼的舒服 下方爪刀再次推回去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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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馬來這邊大量抓到直接往上貼 再毛邊往後拉一下 好 直接回頭打一下 讓巨頭不要往前衝 看起來 Viper 這邊斷晶斷的有點嚴重囉 待會就要沒金了 看現在黃金兵要思考要出什麼 我是覺得這邊可以點一下胡適派改革 畢竟現在沒有黃金的情況 轉個胡適派改革 轉一些僧侶出來 招翔對方的僧侶 或者是火炮 之類的會比較好 但這邊轉僧侶 最麻煩的地方是 你該不該招翔爪刀勇士 你不招翔爪刀勇士的話 對方爪刀是用太多 就會很麻煩 但如果你去招翔爪刀勇士的話 生侶的意義就不太大 因為生侶要招昂貴檔位 比較有CP值 招翔太便宜的東西喔 也沒什麼用處的 這裡榴彈炮砸到了生侶 榴彈炮好猛 哇兩隻生侶直接被投爛 Mipe的榴彈炮好猛 Mipe的榴彈炮好猛 今天開始下降人口一直不滿200人口 村民處只餐108村 趕快再補一些村民 經濟開始出現了有點 失調狀況 趕快撒農田 趕快再把修道律的生物 搬回去 馬來這邊開始也缺黃金了 點下了工匯制度 但這塊金還可以讓他吃很久 這塊金之外呢 還有下面這塊金 總共兩塊金 還可以讓他活一下下 Mipe這裡有四生物的關係 所以不會輕易投降 黃金我可以慢慢產 但你呢 你還有這麼多黃金嗎 與世隔絕一張地圖 就是可以打這麼久的一張圖 這邊稍微往後撤一下 好 這邊贏招 聖毛兵 完了 火炮直接被追爛 好 這邊用爪斗龍士解掉了一些火炮 後方的戰車數量還有24台 OK 拿來的僧侶 開始給出了影響力 讓Mipe的戰車沒有辦法一直原地開A 那Mipe這邊要趕快 轉出更多的僧侶 去招翔敵方的僧侶 回去喔 但是這邊僧侶一招翔 馬上就被在旁邊給點掉了 OK 現在有一端邪術的關係 戰車不會叛變過去 胡斯派改革 點下了 欸等一下 他是不是沒有點一端 現在才點 好 下方拉了幾隻村民直接手撕 單右邊撐爆已經被打掉 Mipe正前發的戰車數量 還有26台 還能再戰嗎 哇 這邊直接用戰毛點掉了非常多的僧侶 哇 還沒有點一端邪術啦 我剛剛想說習慣怎麼戰車直接爆炸 哇 Bipe正前怎麼BBQ 這一坨進來 欸 沒了 眼神確認過 這一把確實是沒了 撒爆勇士 最後 又拿下比賽了嗎 Porsimia 戰車 太猛了 好 早早在跑過來 跑過來 手撕村民 好 這裡有更多的戰車回來 火力支援 好 這裡有更多的戰車回來 南村町數已經下巴山村 BIPER右邊的田已經被烤爛 完蛋了 田只剩下4C片田 這裡稍微買賣一下 BIPER這邊在等馬來斷金 他一星想 對方只要斷金沒有生物 黃金數量一定是我優勢 好 當然馬來這邊還有黃金可以轉純罪思想 太狠了 好 跑響完之後 BIPER也扛不住 點下了宗教的忠誠信仰 抗招響一下 你招我我也反招響回去 真的要變成生旅大戰了 當然打生旅戰的話應該是馬來會烈士一點 因為馬來的黃金待會也要歸零 左邊這塊黃金也快要挖桿 這裡也是上一人在挖礦 好 這邊再找一下 CASA這邊有機會 能夠打得贏這一坨戰車嗎 戰車數量還有25台 好 被招響了一台過去 後面有大量抓到從後面補了過來 這一波大戰 BIPER有機會夾得住嗎 大量抓到直接手撕戰車 戰車數量開始直線下降 好 這邊抓到直接擊潰了 BIPER最後的希望打出了 GG 哇 BIPER這一波打得很努力啦 但是最後呢 家裡的墓區被控住了 那這裡被控住之後就只能到野外去伐木啦 野外伐木呢 又很危險喔 到處都有對方的城堡跟爪彎 我是到處跑來跑去 自己把馬來喔 利用自己的黃金兵 加上大量垃圾兵喔 直接A掉了BIPER 確實直擊到了Porsimia的弱點喔 Porsimia的弱點喔 就是攻擊速度慢嘛 然後傷害呢 是很高 但是打這種單位誰讓掃的時候喔 CD要打很多下 攻擊時間呢 CD太多次了 沒有辦法有效率的擊殺這些爪刀勇士喔 就是一個大問題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最後是由馬來人拿下了一些資源上的勝率 經濟式方面的是Porsimia拿到了1.45的KD喔 那如果真的要解這些爪刀勇士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強弩喔 強弩在後面 然後加些火槍喔 做一個後備隊 前方呢 依舊使用戰車喔 當作扛線的功能喔 那或許呢 會比較有一點好打 那流戰炮一定還是要出的 那BIPER這一把最大的問題 應該就是沒有轉強弩了 不然我覺得BIPER其實也打的並不差 前期的夾柱也是夾得非常漂亮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